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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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止看到都是一个网上的趋势 对不对 这有哪一个迹象看出来 它不是一个多头吗 对 完全没有 它还是一个多头 那多头的时候 当然你就是把握赚钱的机会 那多头只有你方向对不对 选股对不对的问题而已 只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 你操作什么股票 你能不能让自己马上获利 对不对 你能不能让自己很快的获利 只有这个重点而已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去年是指数冲得很快 今年的重点不是指数 指数它一样是走多 但是今年的重点是个股 是不是 你只要把握好这个方向 跟上标股你就对了 你根本不用想太多 那标股是一档接一档 而且每一档都可以赚多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很多会超过你想象 是不是 很多股票会涨超过你想象 对不对 因为今年就是 大转机大成长的股票多 所以今年就是标股 对不对 而且都很快的时间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 你如果没有赶快把握机会的话 那我想你到最后 就会觉得越来越惊讶 对不对 越来越惊奇 怎么股票这么会标 尤其我们的标股特别会标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 今年就是赚大钱的机会 因为今年 反正就是个股就对了 而且今年就是标股 对不对 而且今年的标股 很多会涨超过你想象 因为今年产业上来了 是不是产业上来的话 是不是就大转机的股票 对不对 利基性够强的股票 独特性够大的股票 成长力道够大的股票 他没有跟你客气 是不是 他要涨就是一口气直接喷 然后一路喷出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赶快把握我们的新标股就对了 你看一档比一档强 现在全市场都在讲 我们标股超级强 一档比一档强 而且都一路涨 是不是 而且你几乎都是可以马上就赚钱 对不对 马上就喷出 来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当时在62块63块钱的时候的亚细 有没有 所以我说今年就标个股 今年就涨个股 对不对 很多人没有想到到现在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今天171块钱创新高了 才多久而已 各位才多久而已 你告诉我几% 这用倍再算了 是不是这还不只是一倍 62 63都已经要乘以3了 对不对这才多久而已 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行情你不要小看它 指数就是慢一点 指数慢一点是好事啊 对不对去年标指数 今年标个股 但指数它就是多头 是不是 你完全没有任何地方看出来 它不是个多头啊 对不对 它一底比一底高 一坡比坡高 所以就让你赚大钱了嘛 那你看才多久而已 对我现在跟你讲 不是什么半年前一年前的事 我讲的也不会是2月到现在 中间还扣掉过年又放掉了一大堆 对不对 62 63到今天171块 涨停板创新高 那要算涨停的话 今天是第13根涨停板 那么你看到我带你买的第一天就是这里 是不是 看清楚就是这里 有没有 才正要发动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的新标股 对不对 8根涨停 3根涨停 再2根涨停 对不对 13根涨停板今天创新高 所以很多股票会涨超过你想象 真的会涨超过你想象 因为今年大转机的很多 那大转机的股票 它不只是股价就要涨 而且它平价也要调整 那平价调整的时候涨起来就更有力 你等于两个东西一起涨嘛 涨起来就更快 所以今年标股特别多 对不对 你看亚信 今天到第13根了 是不是看亚信2 今天一样标 亚信又谁 九阳嘛 对不对 亚信喷上去后跟你说 你还可以把握九阳嘛 亚信2是这么标的 到今天他还在创新高 很多人说 怎么涨这么多 对不对 很多人说问我们的标股不得了 一档比一档强 是不是 来亚信的九阳是3月10号而已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今天也才3月22号 扣掉礼拜六礼拜天才几个交易而已 每天都在标 每天都在标 3月10号的时候30块钱都不到 一样跟若达合作 但我说今年很多股票会涨超过 你想象就这样了 是不是 如果你们有很积极的态度 想要替自己赚大钱 那你就不会跟上标股 如果你是三星两亿考虑了很久 那你会错过的股票就真的非常多 是不是 跟若达合作的 已经在合作了 对不对 那结果是这样涨的 是不是 30块钱都不到28块29块的开始 第一根涨停板 然后每一天都在涨 第二天两根 第三天三根 第四天四根 第五天五根 第六天快要六根 差一点点涨停板 差0.05 对不对 就是六根涨停 然后第七天一样涨停板 洗洗之后上去有涨停创新高 是不是礼拜五 第八根涨停 那今天是差一点点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差两毛钱 第九根涨停 古牌就是这样标的 就是这样标上去 我在这里的时候 跟你说一定要把握好 对不对 亚信第二 亚信一十一根 十二 十一根以后再加两根的十三根 对不对 九根 对不对 毕竟九根涨停 所以今年很多股票会超过你想象 是不是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更好 唯一要做事就是更好 唯一要做的时候就是该买售买好 该压售压好 对不对 不要三星两亿 对不对 因为大转机 你不知道转机在哪里 对不对 你不知道转机在哪里的 你就不会去把握低点 你就不会把握标股 你就不会把握赚大钱的机会 是不是 有没有 那个时候是连三十块都不到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都已经是要第九根了 63块八毛钱 已经翻倍了 对不对 亚信第二已经翻倍了 亚信本身已经乘以三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很多股票可以让你赚大钱 所以跟上我们标股就对了 是不是跟上我们标股就对了 这全部都事前讲的 对不对 都一路公开讲到现在 所以我说 今年的重点真的在个股 是不是因为你讲到每一个东西里面 都会带到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族群 所以你讲5G 5G有很多族群 对不对 那这些里面大大小小的东西 有没有人受惠 是不是有人最受惠 有一些东西爆发力特别大 就像我常常在讲 一千多家的公司里面 你每一年只要有一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就好 一个百分点就是十几家 是不是十几家有大转机的话 就够你赚 但是不会只有一个百分点 对不对 三个百分点的话是多少 一千七百家里面三十个百分点 就是五十几家 你说你够不够赚 更何况今年资金又多 对不对 景气又好 应该说产业又上来 所以你当然可以赚大钱 所以其实你就是快一点而已 那有些人说 我前面那喷上去 我怎样我都不敢赚 很多人说亚信喷八根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进去买 但是问题是他喷八根以后我不敢追 对我知道也是这样 很多人是这样子是情有可原 也是合理的事情 那你可以做别的 你一样可以轻松赚 是不是 又不是只有这两个 可以让你赚大钱而已 很多可以让你赚 而且全部都是公开跟大家讲的 买以前就跟你讲 对不对 你前面没有赚到的话 你能不能赚这四根 可以吧 对不对 你前面没有赚到亚信的 没有赚到九阳 你可不可以赚这四根 你可以这样赚吗 是不是 而且我在进场前一天就预告 就先预告你 然后进场那一天就是第一根暂停 你可以赚四根吧 四根也蛮好赚的 四根也很多 四根其实也差很多 而且是连续 可以让你连续马上就赚钱 对不对 那你看普城可不可以 普城第一天你也是随便买 然后就赚暂停 那第二天是不是快要两根 对不对 差0.05涨停板是不是 然后今天涨到是不是第三根 那你告诉我你这可不可以随便赚 你也可以随便赚 你当然可以要多少就有多少 对不对 就算你亚信来不及 九王来不及 这个你也可以随便赚 你一样可以轻轻松松的 买在起涨点是不是 卖相对高点 你也可以获利放口袋 那这三根四根加起来 七根你能不能容易赚 你一定赚得到 所以今年很多机会就是这样 而且都事先跟大家讲 所以我说今年真的不要 重点放指数 指数它就是走多头 对不用怀疑 对不对 没有任何迹象告诉你 它不是多头 是不是 那既然如此就个股 那这你也很容易赚 对不对 四根涨停 三根涨停 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买 轻轻松松的卖 轻轻松松的获利放口袋 所以你一样可以大赚 所以我说今年重点真的就个股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今年赚大的 今年是真的赚大的 就是赚大的 对不对 今年的股票就是让你直接一大段一大段赚的 那有的股票会涨好几倍 有一些股票真的一大段一大段是涨好几倍的 后面就让你赚哪钱 所以还没有跟好朋友真的要跟好 所以我觉得还没跟上要赚快了 好那当然的话我们标股还有 是不是 而且是预告在前面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来就赶快来把握了 那么我们股票一系列标股都非常强 所以来今天会给大家一个加码给你 就加码给你 来今天一加一加码给大家 所以你赶快把握这样机会 可以让你加码赚加倍赚赚的更多的 那当然还没有跟上朋友的话 真的不要再等了 因为其实你等越久就是差越多而已 更换我们这礼拜的标股都准备好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记得一定要把握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带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 好 所以标股接一档 一档接一档大家要把握 那么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接下来这个 那么来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你错过前面的话 记得还有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呢 跟鸿海跟Sharp合作 合资子公司 这用在哪里呢 就是用在车用上面 那车用 对不对 当然鸿海就是MIH 那么接下来要供电动车 好 那么它的母公司本来也就是全球最大的 汽车零组件 所以既然你要供电动车 当然也会需要很多的汽车零组件 所以这就是强强的结合 而且是真材实料 真枪实弹的拿资金出来合作 所以 我说一定要把握这一档 那么营收已经开始 大成长了 好 1 2月份加起来的营收YOY是318个百分点 好 所以如果你出过前面呢 你一样可以很轻松的赚钱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只要有跟上都可以很轻松的获利 对不对 而且我们的标股 都讲在前面就是准备好了 就是准备好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带你进场的新标股 还有这个礼拜要买的新标股 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所以如果你慢慢等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在多头时候 真的差的比较多的就是 你有没有把它付出行动 因为很多人是想想看一看 没有付出行动 或者你做错方向 就像去年的重点是全职果 你今年重点不是那一个 对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他们也会涨 从中线的角度也会涨 但是那不是让你今年可以发财 可以让你很开心的东西 今年可以让你开心的是中小辛苦 所以每一年主转不一样 每一年重点不一样 对不对 就像去年的话 你做全职股会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因为去年就涨这个 但是今年的话 你的钱要有效运用 你当然今年就是中小型标股 是不是 那今年就是这个 因为你产业上来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有什么 有爆发力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当然是往最容易赚钱的 别人不知道的新题材 就可以赚得更多 是不是 但就很怕一个事情就是说 想太多 考虑太多 很多人想太多 想太多就慢了 对不对 因为人都是这样 你一开始没有买到最后 你就不甘愿买 你怎样都不会买 对不对 他如果连拉好几根上去 你怎样都不会买 因为你就不甘愿 对不对 那事实上你第一时间 你如果进去的话 就变成一个正向循环 对不对 你第一时间进去了之后 你马上开始赚钱之后 你就等加码 你其实就等加码 到最后一大段 要多少你就有多少 而且还不止这个 是不是 你一档赚了之后 你就会一档接一档赚 因为你第二档也会把握 你就不会错过 第三档你也会把握 你就一档接一档赚 所以那是一个循环 是不是 很好的一个正向循环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把握标误就是这样 你如果从亚信一开始就把握的话 亚信一二三四 你一路都把握下来 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 你有买亚信 你就会买亚信二 有买亚信二 你就会做亚信三 那你有买亚信三 你就会赚亚信四 结果你一二三四全部都赚钱 就这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对不对 你操作逻辑要改 是不是 想法要改 就是要改做 改赚 改压 那我就说这个会飙 对不对 因为就是一起合作了 结盟 鸿海 扩展 车用镜头 是不是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拿 真枪实弹的钱下去投资了 是 是 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握 那当然也是可以让你很轻松的赚钱 所以我说你只要有赚第一档 就会赚第二档 赚第二档就会赚第三档 一档一档都会把握 你标股就不会漏接 对不对 你就可以这么轻松赚停 然后又继续赚停 是不是 连续两根涨停板 其实今天早上也是涨停 其实今天早上也是涨停 不过我们还要再买就是了 对不对 今天是涨停然后有下来一点点 但是还是继续赚 不过还要继续买 对不对 所以我说真的就不要等了 是不是 等太久的时候就是跟钱过不去 那我觉得这世界上最可惜的事情 就是跟钱过不去 因为你明明就可以大转 就好像我在放假的时候跟你说 这礼拜的标股已经准备好了 有吧 我说今天要进场 礼拜一早上就要进场 而且我跟你说是新题材 然后大家都没有的股票 是不是 大家手上都没有货 对不对 那更会标 对不对 有题材 然后东西又够强 然后大家又没有货 这我就更容易标 而且礼拜一就要涨 所以我礼拜五之后就跟你说 赶快 所以哪一次我没有呼吁你 每一次都事前就先讲的 我会跟你说你要把握好礼拜一早盘 记得准时进场 那你要把握这个礼拜的标股 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其实非常的漂亮 而且今天你是马上就赚很多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位置非常漂亮 来看看 6 7 8 1 AES 好 这次我们今天早上开始进场 早上震荡一下之后过400就开始转强了 正式开始发动攻击了 好 这档股票从400附近开始转强之后 开始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收盘的时候今天收到469块钱 所以今天其实你就差非常非常多 就差非常多了 上礼拜我就预告了 这个礼拜的新标股 那AES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 全球第二名 全世界第二大 市占于20% 那第一大那家市占30% 是不是 这个产业 礼高分子电池 但它跟别的不太一样的东西 它跟其他的你所知道的那一些其他的手机电池 那些不一样 对不对 盘面上有一些其他手机的电池 但是那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是动力电池 也就是说 一样是礼高分子电池 你还要看它的功率大小 功率小的东西容易 也比较多人做 所以它的毛利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要把它用在 跟动力有关的就不一样了 懂这意思吗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毛利也会完全不同 他的妈妈是心谱 对不对 毛利差很多 因为他们一样虽然都是电池 但是里面的东西完全不同 对不对 因为你要瞬间 瞬间就把它转成扭力 那个是要很大的功耗 那这种高功率的东西 和低功率的东西 评价完全不一样 市场地位也不一样 再来竞争者也不一样 对不对 刚刚讲的低功率的很多 对所以竞争比较激烈 那产业门槛也低 但是高功率的不一样 高功率的这就是属于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毛利也高 市场竞争也少 再来评价也高 本益比也会比较高 那也是很理的 因为那东西难做 那东西不容易做 所以你看今天来早上的话 其实早上你进场 你还是很容易可以很轻松的赚钱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你瞬间就要把那个动力改成扭力 这不是一般的 不是那种低功率的可以去比的 对不对 更何况它今年还有新客户 那块市场其实成长很大的 电动自行车全球是第二名 那再来接下来还有电动车的电池 是不是 你越往上面它的动力转扭力 越强的时候它的竞争门槛就更高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属于非常高门槛的产业 是不是不太容易 然后再来今年有新东西 是不是 资料中心有新订单 那么去年两个新的今年开始放量 都是北美的大客户 第三季 第三个客户认证 这也是全新的动能 然后我刚刚讲他有副爸爸 副爸爸两个 除了一个新普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鸿海 讲到鸿海就讲到MIH了 讲到MIH就讲到电动车 所以我就说 你要看的是今年的东西 是不是 什么东西是有竞争力 什么东西是真的非常有潜力的股票 对不对 第四季的获利就已经40块9毛钱了 这还是增资以后的股本 所以今年就上开25块钱 那25块钱如果以动力电池来说 那么就是上开30倍的本益比 所以我刚刚说 今天很多人 市场很多人在关心这档股票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动力电池跟一般电池的不同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所以上开30倍的本益比 股价就会有很大的空间 好 所以礼拜一 礼拜五的时候就预告了 今天有新的股票 那当然我也说今天早上就要买 因为没有人有 我其实讲很白 新题材然后没有人有 市场都没有货 真的市场都没有货 对不对 因为他千丈以上的大股东就占了90几% 没有新贵 对不对 未上市也几乎没有 对全市场都没有筹码 但是竞争力超级强 这几场很好的股票 竞争力也非常强的股票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本益比的评价 那有大波段的空间 来这是今天另外一档 开始赚大钱的股票 那么就像假日讲的一样 我们找盘的时候进场 来收盘的时候 已经一口气的大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新的标股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这个礼拜五所有两档 其中一档已经告诉你了 那再来的话就把握了 同时这个波段来 我们赚得非常的多 标股一档接一档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来特别加码给大家 来今天就一加一加码给你 对你就非常的好 就等于让你加倍赚的意思 你懂吗 是不是 你前面少赚你 你少赚几根 就加倍给你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一定要把握了 来一加一 庆祝我们标股 一档接一档 全面分出 全面大涨 包括今天现买现赚 所以还没有跟上 就直接把我们一加一 178标股 等你一起来赚大钱 祝大家操作顺利 等一下直接打电话起来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硬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柠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IEW